足球總會主席鍾國榮表示 在決定不派代表隊往斯里蘭卡次回合賽事之前 以積極與亞洲足協以及斯里蘭卡足球總會協商 可不可以將比賽更改到中立場舉行 但最後都遭到拒絕 鑒於現時澳門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 仍向斯里蘭卡發出第二級旅遊警示 綜合各方考慮 足中以球隊積球員人身安全為最大考慮 最終決定不派隊出戰 當然我們都知道斯里蘭卡國家會盡量保障 我們的球職員的安全 可以跟大家說 在中華總會的立場裏 我們沒有完全全全的把握 我們不會將我們球員的安全 讓他們出去打球 因為實際上現在我們的評估 特區政府也出了一個二級評戒 同時在現場的情況 我們都評估 也透過一些朋友的諮詢 也都擔心這個大型節目 會衍生很多很多 我們看不到 估計不到的問題 而代表隊主教練榮蔡英表示 理解球員對未能往斯里蘭卡比賽的失望 但他明白以及接受足種決定不派隊的建議 在現在這個階段裏面 其實我的想法或者我的感受 是當然會絕對有失望的 絕對 但是如果關乎在人生安全方面 事實上是不可能 將人生安全放在低於其他地方 我亦都接受眾會的建議 澳門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四 因為澳門運動場維修的關係 對斯里蘭卡首回合 世界觀亞洲區仇圈外圍賽 以儀詩珠海體育中心舉行 當時澳門以1比0小勝對手 原本次回合澳門星期二 需要作客斯里蘭卡 但足球眾會議 球隊安全口裏 最終決定不派隊參賽 澳港司機窄一堂惠然報道